昨天又讲到 如果我们要圆满任何事情 除了自己的努力 那要有信仰的力量 那所谓信仰的力量就是 在佛教头就对三宝的祈求力 那当然各位都知道 我们用服务任何去做供养 就得到一个三宝的加持力 就像一个小孩子 去孝顺他的父母长辈 那父母长辈一定会对小孩子 有所加持 所以我们要去承办一件事情 比如说各位你要去帮助一个病人 当然我去 就算我是医生 也不知道对病人有没有帮助 我们这个个人尽力 但是如果站在信仰的立场 佛是圆满的 所以打智慧 打慈悲 打雄利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去看病人 我们要祈求药师佛和观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因为如此我们对三宝有虔诚的供养齐情 所以每天我们都会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习功德 情转法轮等等 那个情转法轮就是 愿三宝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说 我很聪明 我很笨 这个都还有分别 那佛教里面就说 我把自己完全放空掉 就进化 然后愿三宝的力量加成 因为我现在要去帮助一个病人 希望药师佛用你的大志大悲大力 让我去帮助 所以我们只做一个媒介 这样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常比喻的 众生很苦 佛圆满的 但是如何把这个众生的 佛的力量帮助众生呢 那就靠着我们的空性 就是无我的 你也不能骄傲 你也不能自卑 因为你要完全的放下自我 那放下自我 如何有活的力量呢 要发起菩提心 那你发起菩提心 你就有活的力量 那他是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因为众生在苦 对方在生病 得爱症 他要自杀了 所以他的苦 我绝对有一种感受 就像母亲一样 这个叫大悲心 所以不管各位 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 对众生苦有绝对的大悲心 而升起的 对诸佛菩萨的信心 医院将来 虽然我现在不是活 我现在是一只小老鼠 怎么变成大象 但是我有一个绝对的信心 我要这么做 这个叫菩提心 有一句话很重要 菩提心是转化一切的 如一宝 昨天你是个杀人放火 众人喊打的一个人 你这一秒发起菩提心 你马上成为一个众生可以依止供养的圣者 所以菩提心是转化一切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那我如何发起菩提心呢 我现在是个小孩子 他是个博士毕业 然后我就 我一定要等到二十年以后 我才能够吗 不一定 小孩子也可以发起菩提心 菩提心是一种承担 而不是一种能力 今天假设你是台湾人 那我希望台湾更好 我要负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那你现在就可以对台湾发起菩提心 你每天所作所为 很精进 一心为了台湾 那你就有具足菩提心的能力 我想这是最重要 你千万不能说 因为你出家二十年 我才修行两天 所以我没有能力跟你比 错了 一个死刑犯 他今天看了几本书 想通了 我过去不孝父母 我现在要开始去孝顺父母 把周围 我过去杀人 我现在要对每个人都好 过去我很容易生气 现在把我打扁 我也不生气 这个是他能力做得到的 所以发起菩提心 那必须要消除我质 你要把你的自己可以控制的习惯消除掉 请问你 一个爱发脾气的人 告诉他说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发脾气 六十岁变成二十岁 你看他会不会发脾气 他保证乖乖的像一只猫 他做得到 一个爱发脾气的人 杀人放火的人 死了儿子 你只要不要发脾气 你儿子又活过来 他会不会做得到 做得到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 发起菩提心 那你发起菩提心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智慧 能力 因为就像一个没电的电器 跟充了电的电器 力量不一样 因为你发起菩提心 那你跟诸佛菩萨的力量 都在你身上 一佛出世千佛 一个人发起菩提心 所有佛的力量 都在你身上 所以佛陀才会说 放下徒道立地成佛 这个立地成佛是 你要不要发起一个真实承担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各位都是我的父 你们身上的癌症业障 我愿意承受 你要有这个想法 叫悲心 我绝对不是坐在这边 坐一个老师 准备拿个薪水 然后下课的人 所以你要承担一个法 法师 我要承担 今天我进了一个医院 医院上上下下的 所有病苦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这个是你要敢发的 令诸众生必行安乐 我要把我的好脚 好手健康 跟对方换 也跟他换 那当然有些人说 真的吗 那个断手断脚 癌症会变在我身上吗 你没那么厉害 但是你的心灵力量 可以达到这个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对方的癌症 转移到你身上 那你已经震的空性 才有办法 但是你要是震的绝对的空性 你也不会痛 你也对你来讲 如演戏一般 那怎么关系 我一个人 所以我们为了要真实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要震的空性 拔地菩萨 那个时候还不是圆满 但是你有能力 自他交换 但是你的能力太强了 就像你有十亿美金 现场每个人都欠人家一千万 你一亿 不然叫抓去砍头了 不然就都来害 因为我有十亿美金 所以无所谓 所以心量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福报就有多大 那最圆满的心态 就是你愿意真心的成佛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把自己 譬如说你的爸爸是国王 但是我是爸爸的独生子 所以我从两岁三岁就知道 我要负责这个国家了 所以每个人看到这个小王子 他尊敬如国王一样 那小王子还没长大 但是小王子 他又知道我将来要做国王了 所以所谓的菩提心不是说 我要到什么阶段 那个是当下即逝的 你愿不愿意承担 所以你愿意承担 一个愿意 诸佛菩萨就加持你 所以我想我们在供养佛 就像我刚刚一来 我必须先供养 我为了要圆满现在的这个说法 说法是一种大悲心 说法不是一种表演 就像对方现在在得癌症 正在被火烤 我要去帮助他 为了要去帮助他 我知道我能力不够 所以我对三宝座大供养祈求 当然跪下来是一种绝对的信心 很承担 那供养呢 就是一种力量 因为佛有圆满的力量 所以我对佛供养 所以佛供养灯 佛给我智慧 供养水果 佛满我的愿 供养花 佛让我有慈悲心 那你马上就得到这个反作用 所以发起菩提心 那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里面 去供养 去祈求 然后呢 有这个佛的力量 你才能够有帮助众生的 这种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把 简单的说 我现在回答你 你现在发布一些念阿弥陀佛 能不能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来帮助受苦的众生 可不可以 简单 所以不能再说自己不行了 因为这个人现在得癌症 很痛苦 我们去跟他念阿弥陀佛 希望他能够净除业障 消除我持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你只要 有一个真心对这个人的慈悲 跟对佛的信心 那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 为什么有障碍 因为你有我值 就会障碍到你的菩提心 你有自我的分别 所以你要达到 你现在每个人要做的 我们今天来做志工 要做的 志愿的 没有人强迫我们的 那要培训的是什么 你不能再有我值 我值显现出来就是什么 骄傲 嫉妒 爱发脾气 我今天长得漂亮 我要多走两圈给你看 我长得丑 我躲在后面 所以 因为是你自己障碍出这个问题 你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的 一个 好了 这样讲比较快 今天有人在那边流血 很痛苦 你进来 等一下我化妆一下再进来 我带个名牌 我是董事长 人家管你的 因为做个医生护士早就蒙面了 要保护自己 要保护对方 要的是我要怎么样帮他开刀 没有人在管你几岁 对不起 师傅我小学毕业 师傅我博士 你怎么会给他看一看 我们要的是怎么办 但是就算你是个医学博士 也不见得你可以帮他开刀 因为 这个开刀只是中间的一个因缘而已 这个人的业力 这个人的烟亲在主 这个人的因缘 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助缘要有这个想法 但是如果一个不懂的这样的医生 律师他会觉得 我掌控的 要拉伸要拉伸没问题的 往往都是因为这样臭脾就跌倒 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缘而已 我实在这个病人 他要恢复了过程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助缘 就像我以前在基督教 我是上帝的工人 我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我们是佛代表了三宝 我们力量太大 我们代表了三宝 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 圣言法师讲一句话很好 对一个缺血的人 我是一个管子 这个管子我把别人的鲜血放给对方 我自己不留意 我只要管子干净就好了 我不要留一滴对方的血给对方就好 所以要透过我们 把佛菩萨的力量 圆满地转到对方的身上 你以为对方他不会像我们 我们今天做个志工 对方就是因为他无知 他早夜 他不懂佛法 但是我 来把佛菩萨的爱 福报 透过我给对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出离心 没有分别心 就像人家说 拿一百万 你去帮助那个穷人 你手上拿一百万开始发抖 这个不行啊 我拿十万起来放口袋再说 还是你有个分别心 这个一百万 这个人我看了不喜欢 我给他十万 人家佛要给他一百万 所以在这一点里 我们为了要帮助对方 达到圆满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刚刚讲了 对对方的无分别的大悲心 这叫慈悲喜舍 那我们的能力是不圆满的 有惭愧心 所以要对佛有圆满的信心 甚至跟佛说 今天我欠你一百万 因为过去我赌博嘛 输了很多钱 我再来跟你借钱 某人 你再借我一百万 他说我弄他派给你再帮助 放心 某人再帮助 我两只手都切断 你要跟佛这样讲 只要你再借我一百万 我一定可以去帮助对方 但是我给你发誓 这个叫誓红誓言 我如果再拔掉 我连脚都切掉 那对方相信你 好一百万给你 同样的各位 你今天 你曾经犯错 我们都是过去的屠夫 那时候我真心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来求佛 我来供养佛 我来佛面前祈愿 所以你发愿了 那佛就要这一百万给你 他说你真发心了 我干脆给你一千万 让你能够真实去帮助对方 所以重点是 那你要不要守戒律 我刚刚讲的最高的戒律是说 如果我 你借我一百万 我拿去赌博的话 我就手切掉 这个叫三昧耶解 也就是说 各位你要跟佛菩萨之前 或是跟你的师父之前 要有一个绝对的誓言 你要敢发愿 你要不敢发愿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女信徒吧 师父我要发菩利信徒 如何如何如何 我说好 明天来开始不要化妆 他就不来了 因为他认为我的漂亮 超过于我对佛的承诺 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是我考试 我一看的时候 他如果过得了这一关 再来讲别关吧 但是有些人不行 曾经有男生来找我 师父我要发菩利信 我要利用生 我说好 从明天开始不准跟女人讲话 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好色之徒 所以就像各位你去应征会计一样 那如果这个老板有信 老板我跪在你的佛神面前 如果我贪污一毛 我的小无间地狱 你就用我做会计吧 老板可能把印章交给你 那个老板多快乐啊 那对你来讲 你只要守戒律 菩提心戒 三门耶戒 什么叫三门耶戒 三门耶戒就是空性戒 你不能有一点我执 你只能按照佛菩萨的意志在做事 你只能按照你的师父的意志在做事 这样三门耶戒 所以四门法师写了两条 我们最好的利益众生的方法 念一下 以佛心为己心 以私自为己志 你要真心的发行 你才能够把你的所谓志工 你想要帮助对方的力量圆满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就像很多从海外来中国弘法的这些外国法师 他一点都不会讲中文 但是我明明要利益众生了 但是因为他们虔诚的忏悔发愿 二十一天就换了一个头了 OK了 会讲中文了 那佛法在你身上产生不可思议了 所以他对佛法会更有信心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去帮人家助念 并不是对方得到什么 而是我们得到多一点 他很痛耶 我帮他念大悲咒 他居然觉得不痛耶 哇 大悲咒真好用 我可以用在我身上了 不是大悲咒好用 阿弥陀佛也好 钥匙座也好用 什么都管用 那重点是 你有很真心的 就像刚刚各位在做一个 简单的烟共仪轨 今天有一个人很痛苦很痛苦 我为了帮助他 所以我先点一支箱 来供养三宝护法圣神 回向六道众生 回向云青赛子 回向给他 然后再进去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法力不时宜 你创造了一个法力不时宜 所以我想各位在 做任何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世间最大的力量 就是三宝的加持力 诸佛三身加持力 法性不变真谛加持力 身邪和合坚固加持力 这三宝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所谓 承办任何一件事情 不可思议 那这一点 怎么样去培养呢 那我们就要 天天的供养三宝 祈求三宝 所以我现在 我个人 我个人的进去说 当我跟别人合作的时候 我最担心一点 那个人一直说 我不行啦 我如何 或是说 我没问题啊 你问不问题 我要问佛了 也不是问题 你就用你自己的想法 万一你做成功了 你会很骄傲 你就先把台阶讲好 免得我落魁 那也不行 那不行我就换人 不行我也不能换人 所以各位 因为这个叫分别意思 你要全然的 投入 就像很多人找我 师父我要出家 好 出家好 放得下吗 放下以后再讲承担 为了承担 更要放下 放得下吗 放不下 又要漂亮 又要钱 又要找女人 又要承担 那佛法对你没力量 因为你不是法器 装不了东西 所以佛教叫入空门 你要入空门 那你才能够去承担佛教的力量 所以我想信仰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 不要相信自己的分别性 谈诚之世间的能力 不要相信这些 信仰要相信的是用我们的佛性 那心佛众生没有分别 我们的佛性跟佛的佛性没有分别 众生的佛性跟我们也没有分别 那佛性是什么 菩提心 那菩提心包含什么 大悲心 空性 等等等等 那你先发菩提心 那再来行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去实践圆满菩提心的波罗蜜质量 那为了圆满菩提心 那我们要一方面消除我之 二方面累积质量 广结善缘 那至少你要先承诺 承诺 在佛菩萨面前承诺 做一个 让别人相信你 这个事情交给你 没问题 就像一个老人生病了 你跟这个老人说 放心 我会照顾你 跟我们老婆一样 照顾你 霸悔翁心基督世界 让他放心 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要讲出来 但有时候你要讲出来 因为对方怕的时候 你要讲出来 就算你没讲出来 你要放在心上 什么叫放在心上 我发现女人很容易放在心上 当他看到一个很爱的男人 他就把他放在心上 放一辈子 然后就拍一面 但是他只放一个 那菩提心不一样 你眼前当你看到一只蟑螂 你都要把他放在心上 当然男人生了一个小孩 这是我的儿子 所以你就把他放在心上 爱你爱到死 但是菩提心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 当你面对这个事情 你首先要表达 我愿承担 用我的心 你是念佛的 你是打坐的 你是放的 都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尽力 尽力关怀这个事情 就像有一位老上师 叫帕尊陈伯奇 他把我放在他心上 他24小时都为我在修仪柜 这是我的福报 也是我的依靠 我觉得 哎呀 师父在加持我 我永远没问题 所以 这个很重要 同样的 当然 各位 我们也要这样去 去把别人这个苦 放在你心上 但是你不要烦恼 那你把你的心 交给佛菩萨 OK了 记住这句话 你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心 交给阿弥陀佛 交给观音菩萨 交给卡玛巴 请记住这个 不要交给你老公 有些是没老公了 才来做义工 把这个没得依靠 然后呢 这也不是办法 因为你会有分别性 所以 但是各位 你世间的东西 你要看清楚 那些东西 没得依靠 你全然的 交给佛菩萨 那 你就有全然的力量 让别人相信 所以我想我们 要的 一个志工 是让对方觉得 哎呀 这个人 他会全然的照顾 纵管 他没有圆满的人 因为他不是医生 也不是护士 那个医生护士 是专业的 我们尊敬 他没问题 但是 有一个人 在守护着我 那他就会很安心 他就会很安心 就像手上的电扭 一按 他就会来 一按就会来 这个叫 一心念佛 佛 他会随时加持 那我们是 今天讲志工 什么 我们是什么志工 来 佛陀的志工 我代表阿弥陀佛 你要敢讲这句话 我代表观音菩萨来的 以后各位去祝念 我代表阿弥陀佛来的 对方都把句话倒露 真的吗 因为你要 你要有这个承担 我代表地藏王菩萨来的 放心放心 我代表有时候 你这没问题 死去也给你救 那这个叫 不可思议 问题是 我们这个信心不是超鬼 是因为 我们对佛菩萨的信仰 百分之一百 所以对方也会 得到一个安定的力量 所以你要让对方感受到这个 是从你身上的力量 因为对方看不到佛菩萨 对方不知道佛菩萨在想 但是你的思想行为要表现出来 所以对方从你身上看到一个专业医生 这下放心了 我医生把我麻醉了 等我醒来就好了 所以那我想我们今天愿意来做志工 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去体悟到佛法 也让我们自己能够圆满慈悲 这样以后我们帮助对方 也净化了自己的烦恼 也成就了自己的佛性 所以这样的去利益别人 就像有一个义工曾经跟我说 哎哟 师父 我有两个小孩 那我很想要去照顾别人的事情 那我如何平衡 我说你放心 你只要真心的爱别人 也爱你的小孩 姻缘自然很好 佛菩萨会创造不可思议 让你有全然的照顾小孩 又能够全然的帮助众生 不会卡在一起 各位相信吗 可以的 你可以一个人管十个公司 一百个公司 因为只要你的动机成学 诸佛菩萨不可思议 所以分身千百亿 你可以分心千百亿 因为我想想看 你有一个儿子 你充满了爱 你有十个儿子能不能充满爱 你可以分身千百亿 你才知道 爱的力量无限 你可以照顾得很好 那如果你要有动机很正确 那你自然有一个 很好的处理事情的效率 别人要三分钟 对你来讲三秒钟就解决 别人要十天 对你来讲 一分钟就解决 为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那个事情的问题在哪里 给你一本书 五千个字 你打开 你会说不可思议 就是这个字错 别人要看我五千个字 你打开 就是那一页 就是那一个字 这个叫什么 互法加持 因为你有个动机 要找出这一个本书 哪一个有错字 互法加持 不能他互法干嘛 所以我师父才给我讲 互法 整天都没事干 但是要等着 发菩提心的人 这互法去护持他 互法才快乐 所以这个你就不用烦恼了 你只要放电波就OK了 我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然后互法就来加持 因为我们也做过互法 各位都是互法 哦 有一个道场 有一位善知识 哦 要去做某一个好事 我们大家都冲过去了 也准备了很多东西去了 要去帮助了 那何况这些有神通的天神 何况这些有空性的大互法 他就会互神 所以这一点 还是话又讲回来 那你要把这个动机 一直弄得很正确 思维空性 不离大悲 成就菩提 然后透过借势魔心 所以透过我去助念也好 关心穷人也好 来体振这个方法 也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这一点最重要 每个人 就像我告诉各位 大家过去都出过家也不一定 大家过去都做过大菩萨 那我们只是恢复一下而已 众生皆有佛性 只是迷了 众生都是法华经里面这一位老板的独生子 但他从小走私了 所以他早就忘了他是老板的独生子 他忘了 老板把他找回来慢慢培养 让他从工人做到主任做到经理做到总经理 最后老板跟大众宣布 这个人就是我走私的儿子 也让这个总经理 知道他自己就是 然后马上把整个公司交给你 因为 这一尊是我们本台的面目 拜佛是在拜自己 慈悲及观音 每个人都有慈悲性 每个人都有观音的中心 所以有些人从地藏门进来 有些人从观音门进来 有些人从文书门进来 都可以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自信 但是找到自信 必须透过对外在的服务奉献 慈悲而来找到自己 所以从慈悲找到自己 所以如果你不去慈悲 那你就没办法找到自己 所以各位慈悲是一种信心跟悲心 你不能退缩 就像各位在试试 最好今天晚上 三点各位就起来 一个人到楼下这边 你会说 那都故意在那边 那你就已经没有悲心了 因为你会怕 就是你有我知 那你更怕 那你更要去做 因为鬼在你心中 不在外面 你一定要对外在的鬼慈悲 也把你内在的鬼超度了 不然它永远在你心中 所以那你要懂得 为了要突破自己 所以我们要去服务对方 为了要消除贪心 所以我去布施 这样 为了要消除我的称慧心 所以我故意去 让别人找我麻烦来修忍辱 所以找我麻烦的人 是我修悲心的如意宝 那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当时你的心态改变了 所以你的外在的因缘就改变了 所以我的说法 佛讲了 不要看不起自己 归佛 就是我确定我可以成佛 不但我可以成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菩提心 你要告诉对方 你也可以成佛 但是你要体解大道 不要体解小道 什么叫小道 我来做义工 是希望我儿子发财 我来做义工 顺便找一个学佛的男人 我是学佛的女人 因为你的动机 不是体解大道 所以你发起的心态不圆满 所以我想你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佛也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只是我很惭愧 过去无知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那各位 一个杀人犯 一个强奸犯 一个不屑的人 他能不能隔天变好了 可不可以 他愿不愿意 他开始帮人家扫厕所 OK了 他不能说 对不起 我一定要做什么 没有 我帮你扫厕所 我帮你洗内裤 我帮你照顾你家的老人 这样就好了 我尽力 我想世界就需要这种人 不是那种说 我很有能力 我很超普 我希望别人肯定我 不能有那种思想 更重要的 还有一点 各位要思维的 当你决定要去成就 帮助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很虔诚的 祈求佛菩萨加持 我是真心的 我不是从这里面 去找到生命的成就感 或是希望我的思想被肯定 不能有那个想法 我只要当一个干净的管子 把诸佛菩萨的力量 转到对方身上去 那各位 诸佛菩萨的力量 要转到对方 一定先经过你 你自己先得到利益 只要你要全然的放下 跟全然的承担 全然的放下自我 全然的承担众生的苦 那你就可以全然的 接受佛菩萨的力量 不但你得到 你的对象也得到 所以那为什么 佛菩萨跟这个受苦的众生 没有办法 佛菩萨的本愿 跟受苦的众生 没办法离苦呢 因为我们这个管祖塞了 我们把大大的水 弄成小小的口 自己还看了 还有一点分别心 比较大 比较碎 我就给你了 你想要掌控这个东西 我们是全全然然的 所以我想做义工也好 我们出家人是永远的义工 永远去面对 从面对里面去了解 因为慈悲是我该做的 所以我想 我们供养诸佛菩萨就有一点 就像上会同志 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各位都听过这个故事 别人在供养佛 所以他也要请到花 所以他宁可把他 宣上所有的黄金 跟这个亲衣童女买花 亲衣童女不是光收他的钱 亲衣童女 这小子长得很帅 你答应我 五百次 你没有出家以前 都要娶我做老婆 那我才愿意把花给你 他答应吗 他答应 附带条件 那我出家 你不要障碍我 我成佛 你跟我修行 所以为了供养佛 但是这个花 拿到佛面前的时候 突然地上有一滩水很脏 他怕佛脏掉 宁可趴在身上 又怕不够 又把头发伤在地上 既然要供养佛 要这样趴在地上 连头发 不要让佛的脚脏掉 因为佛对他来讲 燃灯佛是圆满的 因为这样 是你燃灯佛 授进他 这个人将来成佛 叫释迦摩尼 他蒸发菩提心 各位 这个趴下去跟你 读多少书有关系吗 这个趴下去跟你 什么大学小学有关系吗 这个趴下去跟你 口才好不好有关系吗 对啊 问题是你不要趴下去 我这身旨好生气 我怎么能倒入落过去呢 所以 那你就得不到佛的价值 所以别人的花散出去 吊在地上 散会童子的花 七朵 两朵是为情侣童女 五朵是他自己 用五百斤 以及牺牲色相买来的 答应了这个情侣童女 这个花就在佛陀的顶上 但是情侣童女 他也不随便 他虽然爱慕这个散会童女 但是他答应他 你出家我不障碍 你成佛我接受你的度 所以他的花在佛陀的肩上 那就是后面的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后来也证了阿罗汉 所以我想 在这些呢 可以从佛教的历史故事里面 去找到自己的迁路点 我要怎么样的去 所以佛陀视线的这些 好好坏坏的因缘果报 它是让你觉得 他是在做一个模范给我们看 最笨的周历盘陀 都可以成为 讲经说法的 辩才无碍的大法师 就是你要对佛有信心 你要真实的放下自我 所以聪明也好 笨也好 你是王国王也好 乞丐也好 你是妓女也好 你是美女也好 都可以成道 你是杀人犯也好 你是屠夫也好 都可以成道 这个就是佛法的公平性 众生皆有佛性 皆可成佛 快速于佛 或是缓慢 是你有不要精进 佛陀说 他讲了这么多法 都很好 但是唯一放逸 就没有办法成就 唯一精进 就个个都成就 所以我们必须把 每一件事情 都当作我们 精进的目标 我们也不能 一直是赞叹佛陀 赞叹佛陀 但不想成佛 所以那你要在佛前发 所以《贤结经》里面写的 每一个诸佛 都是在供养佛的时候 发起了菩提心 而被佛陀当下受尽 所以各位 我们做供养里 马上要发现 现在他就受尽 而且供养都不是什么大 供养稻草 供养一块布 供养一朵花 就像上会同志 供养了七朵花而已 香烟同志 供养了一根香而已 就在那个时候 被授记不退传 那授记就代表 你进入空性了 至少是出地菩萨了 因为你自己 所以我想修行的次第 是这样没错 但是发心可以超越 但是你发心以后 你就很快的 很快的 就可以马上的 进入这个道次第 就在解脱到 当下正达罗汉 就像穆建年七天正达罗汉 社利活尊者 听马圣比丘讲一句话 进入出国 一句话就开悟了 那问题是 你要把这些 放在你心里面 所以一个人 我们以前做错很多事情 但是你听到佛法 啊 我错了 断 你不要说 我现在在抽烟呢 然后算了 我慢慢戒 那不行 那没上 错了 错了就要放 这个叫正情 以作恶令断 马上就断 而且这个断 自己要佛权发怨 我如果再犯这个恶 我堕 无间地义 各位要敢发 敢发就代表你敢断 因为你不会下无间 因为你决心要断 你就敢发 你不敢发 你就不想断 就这个意思吧 你决心了 各位 谈恋爱每个人都会啊 凡夫都愿意想谈恋爱啊 找一个漂亮的 找一个帅的 多了良具多好了 你要不要断 你自己决定 但是你有决心 这些还是会来 好的坏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我已经发育 这是我的戒律 那我就会抗拒他 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除非你精神有问题 也要控制不了 没办法 所以谁都可以放下土道 立即成功 那你不能去保留 保留那个缺点 所以佛经讲究 一个 一个故意犯戒的人 他拿给你一杯水 你都不能喝 如果他做错了 他不知道 他拿一杯水给你 那还没什么问题 他已经知道这个是错了 那比如说 我以前吃素的 我本来认为吃素是慈悲 他说我最近又开始吃肉了 因为我犯戒 那他拿了水你不能喝 因为这个破戒的水 你一喝那是毒 你会伤害别人 同样的各位 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帮到忙 人家本来三分痛 看到你变八分痛 本来心情还不错 看到你变忧郁症 心情很不好 为什么看到你心情变不好 对方已经够苦了 你又给他另外一种苦 因为你正在做坏事 你正在用坏心 那不行 我们要让别人看到你 像甘露 清凉 自在 你要给对方那种阳光的感受 看到你就像 到了一个很美的风景的地方 内心里面的烦恼一扫而光 身心当下得到自在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他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任何生病心情不好 任何贫穷人 只要摩耶夫人走过去 一切都没有 那我想我们为了帮助对方 我们要不断地累积功德 发心 等等 好 所以我为了要带各位十公年 讲了一大堆话 但是目的就是要让各位 每天你都要有这个习惯 因为我要对佛发菩提心 这样我才能够圆满对众生的大悲心 也在因为在菩提心跟大悲心之间 我把自己的烦恼我直接进化掉了 所以不离三心的 不离波罗蜜的 去做每一个动作 就像各位刚刚拿一支箱 做上供下尸 那就是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那这样以这个力量 那么你真过去 承办对方的事情 但是好好坏坏 随缘 因为你没有得失心 如果你有得失心 那叫我直 那你就没有佛菩萨的力量 全然的放下 你就全然的拥有 一心念佛 你就是奥弥陀佛的力量 对自己也好 对别人更好 所以我想佛教的教育是如此 不管你在念佛 你在打坐 你在看经书 你在跟对方说法 你在做放生 你在做阉供 你在做什么 不分在家出家 我在这边必须强调是 不要依靠出家人 依靠善知识可以 善知识可以在家 可以出家 但是不要认为说 出家人就比你发心 不一定 出家是因为他选择了 他的这个姻缘 他不见得可以组法 所以因为有很多句子 找师父你给我派一下出家了 我说你就是 对不对 我派去你还啰嗦 因为你把责任归给别人 为什么你不承担 为什么你不承担 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一个人 然后到时候你再跟他 啰哩啪嗦 我到现在别人指定 要派去了 没有一个不被啰嗦 叔父还不可以换人 然后我真的要换了 叔父你别说我 然后我已经觉得 我去你也把我捏走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你专门在找别人的缺点 又不承担 吹吹吹吹 你又不想要去承担 好好害坏你还怪别人 这个习性已经 这个就是你的习性 你没办法成就什么事 所以我想 我们在培养这个 老实讲就是 为了帮助别人 你要进化自己 你要调伏自己 你要认识自己 那这样以后 自然就会感召 而不是说 我打个电话怎么样 不就要讲呢 因缘不可思议 夜报感召 万法唯心照 你是佛心就感受佛来 你是小人就感受小人来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 什么心态 什么相貌 那因为如此 所以你要马上转化 所以你要一心念佛 不离菩提心 你要创造那个气氛 那当然不离菩提心 最好的方法 不离三宝 随时看着佛像 随时供养佛菩萨 所以每天都要供养佛菩萨 你才会不离菩提心 你超过二十四个钟头 不供养佛菩萨 犯菩萨戒 因为你离开菩提心 那你供养佛菩萨 一定要在佛像 那是最好 没有观想 观想 更虔诚 所以我想 你要观想的是 对你最有加持力的对象 特别是你的上师 你的师父 因为他是活着 他活着 你活着的 而且你有绝对的信心 那力量很大 特别各位以前做梦 梦过阿弥陀佛 梦过观音菩萨 那个梦你永远不要忘 因为他是活着的 对你来讲 虽然梦中是虚幻的 本来都是虚幻的 但是他活在你心中 就像大宝宝 有一次各位都听过 还有一次痛苦到 想要自杀这样形容 这个时候 他突然在梦中 远远地看到 释迦牟尼佛 慈悲放光地走过来 他整个心态就改变了 佛没有离开我 佛随时加持我 痛苦是因为 我自己的感受的问题 所以我想 佛菩萨不会舍弃我们 在很多不可思议的状况 问题是你到顶顶没有 你如果到了顶点 你就感受到佛菩萨 什么叫顶点 就像你打坐痛得要死 已经冻不掉了 然后逃 自己内心在决定 我再坐三十分钟 管它去痛 因为顶点 快受不了了 真的是快崩溃了 就在那个时候 你才看得到佛 因为那个时候你超越你自己 你能够忍 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你都怕怕的 保留自己的 爱面子的 怕落魁的 展现自己的 那你看不到佛 你感受不了 所以在这一点 因为我们要去帮助别人 你要感受到有诸佛菩萨圆满的力量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有这个感动 本来你得癌症 本来你很痛苦 透过你的修行 信仰的力量 你得到了开朗快乐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力量影响 对吧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苦的历练 跟超越 那你要帮助别人 有一点 你讲话会 没有相对 不信心 虽然你讲话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好像听不到加持力 你对苦的感受 不是真实的感受跟出力性 你只是描述 经典上所讲的苦 那跟对方没感到 所以一个正在得癌症的苦 跟我们体悟到那个苦 而能够超越的人 那才会让对方有一个同理性 才能够引导对方 从那个苦再出苦 好